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人敢在紫星城内放肆 一声怒吓忽然遥遥传来 紧接着一道道护卫军的身影从人群之中闪烁出来 顷刻间便将阳开和江超所在之地包围得水泄不通 面色不善地望着两人 紫星城明令 城内严禁一切打斗杀戮 若有发现者 请则废除修为 投入寒域 忠则登场击毙 统领大人一再三令五身 仅还有人敢不放在心中 好好好 今日本副统领便教你们明白 敢在紫星城内动手的 原来是大人在此 取证见过大人 紫星城护卫军的办事速度无疑是很快的 阳开这边才刚将两个反须三层镜的舞者给山飞出去 不到五夕之后便有人赶到事发现场 而且来者还是紫星城八大副统领之一的取证 听到取证之前的立鹤声 所有围观的人都觉得阳开这次 怕是惹上了天大的麻烦了 绝对是在劫难逃 紫星城内 鲜少有什么欧斗之事发生 护卫军们整日无所事事 好不容易碰到一件摩擦纠纷 都要小事化大的处理 今日有人敢当街逞凶斗殴 那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 江超听到取证的声音之后 也是激动的两眼泛出热泪 就如受了委屈的小媳妇 见到了婆家之人一样 眼巴巴地望着取证行来的方向 准备让他给自己主持公道 可是取证接下来的态度转变 让江超顿时生出了不妙的感觉来 取证竟对那混蛋口称大人 一副卑躬屈膝 献媚讨好的模样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江超有些懵了 原来是取统领 杨开一眼就认出了 来人是之前去五方商会送地契的那位副统领了 虽然两人之间没打过照面 但当时杨开神念探查 自然记住了他的样貌 而取证之所以能认出杨开 也是因为心思缜密的缘故 此时此刻 能与花幽梦站在一起的男子 而且自己还窥测不出 其实力强弱 除了陆统领叮嘱过的那位大人 还能有谁 此刻在一听到杨开的声音 取证立刻确定 这就是那位 连陆统领都要小心对待的大人了 当即变得更加谦虚 连忙摆手 不敢不敢大人抬碍了 大人面前曲某哪敢成什么统领 说完他又小心翼翼地问道 大人此地发生了什么事了 也没什么事 杨开呵呵呵一笑 指着江超道 这位朋友仰仗自己身份不俗 想要吞并花会长的五方商会 被花会长拒绝之后 恼羞成怒想要用墙 本座看不过去 稍微出手教训了他们一下 什么 曲正勃然大怒 何人担大包天 竟敢对花会长用墙 活得不耐烦了 说话间 一双威严的眼睛朝江超那边看去 待看清江超的面容之后 不禁一正 君公子 认出江超之后 曲正的心情顿时不美妙了 居然是江超这个二世祖 跟这位大人发生了冲突 这该如何是好啊 江超虽然上不得什么台面 但他毕竟是江长风长老的后辈 并非自己一个小小的副统领 能够开罪的 而这位来历神秘的大人 更是连路统领都忌惮万分的存在 这两人把自己夹在中间 自己要如何处理此事 曲正恨不得自己没来过这地方 可是现在后悔也无济于事 曲正只能在心中将京超骂了个狗血淋头 按想这不长眼的二世祖得罪谁不好 竟然得罪了这位大人 连带着自己也要难做人了 原来是曲统领啊 还请曲统领为本公子做主啊 江超见曲正神色忌惮 顿时大喜过望 可怜巴巴的望着曲正道 曲统领啊 本公子可没有对花会长用强什么的 只不过跟花会长探讨了一下商会合并之事 生意场的东西 曲统领你也知道 无非就是你请我愿而已 可这家伙竟不问青红皂白 打伤了我两个护卫 曲统领 你看 我那两个护卫都现在还没起来呢 生死不知 他们上有老下有小 这一家人以后还怎么活呀 说到洞情处 江超竟是一把啤涕 一把泪地哭嗦了起来 这 曲正额头处冒出了冷汗 不断伸手擦拭 事情闹到这份上 已经不是他一个小小的副统领能够处理的了 一个不好 两边都要得罪 曲统领啊 您刚才也说了 紫兴城明令 城内严禁斗殴商人 若有违背者 轻则废除修为 丢进韩月 重则当场击毙 这人藐视紫兴城法律 还请曲统领秉公执法 还我紫兴城一个朗朗乾坤 江超说的振奋 好一阵手舞足蹈 仿佛看到了杨开被处置的那一幕 心情激动得不得了 杨开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曲正一张脸也是难看得要死 恨不得把江超的嘴巴给封起来 紫兴城确实有这些规矩 但是也要看针对的是什么人 有背景的人就可以无视掉这些规矩 而站在曲正面前的这位大人 显然就是其中之一 曲正一没胆子处置阳开 二没这个能力 却被江超话赶话的逼迫到绝境 就如架在火上烤着一样 浑身上下别提有多难受了 心中对江超也是恨得要死 曲同领 你要拿下本作吗 杨开笑盈盈的望着曲正 不敢不敢 大人言重了 曲正额头上汗语如下 一张脸仗得通红 此时必有计较 曲某还需要调查一份 才能做出决定 江超瞪大了三角眼 不满地扔道 曲同领 你可不要睁眼说瞎话 我两个护卫可被打伤是事实 还需要什么调查 我操你祖宗十八代 曲正心中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就在他手足无措 不知该如何处理此事的时候 忽然抬起头来 像是听到了什么一样 侧耳倾听 紧接着神色大喜 眨眼间 曲正恢复了从容之色 凌厉的目光扫过江超 在他愕然的注视下 口中喝道 江公子 是已经查明了 今日之事并非这位大人之过 而是二等胡椒蛮缠 率先对这位大人不敬 大人这才出手 猎成小剑 啊 江超脸色一愣 万没想到曲正竟敢这么说 更何况 他只是站在原地 什么都没做 怎么就把事情给查明了 江公子 既然是你的错 那就请随 本副统领走一趟吧 曲正心中对江超 本就有一肚子气 此刻有人在背后撑腰 自然是怡然不惧 冷冷地望着江超 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 曲正你敢 江超大笑起来 你敢拿我 本公子 乃是八长老的族孙 今日之事 若是叫八长老知道 你以为你会有好下场 曲正脸色微变 不过很快 他便冷笑着道 江公子胆子也太大了 本副统领执法 是代表的子兴城 代表了子兴 此事就算捅到八长老那里 他老人家也定不会说些什么 你竟敢顶撞恐吓本副统领 莫不是没将子兴放在眼中 我哪有 江超一脸愿望的表情 怎么也想不到 事情会发展到这种程度 有没有 可不是你说了算 随本副统领走一趟吧 曲正 你可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 仔细想想本公子的身份 江超色力内忍地嘶吼着 曲正不耐烦地一挥手 立鹤道 拿下 几个子兴护卫一拥而上 很快就将江超给制服了 江超物自挣扎 一边挣扎 一边破口大骂 骂得极其难听 曲正皱眉道 封住他的经脉 那秦拿住江超的护卫得令 伸手在江超背后一按 江超顿时说不出话来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曲统领秉公执法 高峰亮节 本座佩服 杨开笑呵呵地冲曲正 抱了抱拳道 曲正脸上一红 谦逊道 大人过奖了 此乃曲某本分而已 既然罪魁祸手已经拿下 那曲某便不打扰大人雅兴了 大人自便 曲某告辞 好走 杨开微微喊手 曲正喝了一声 带领众多护卫迅速退去 围观的众多舞者 却依旧处于震撼之中 怎么也不敢相信 那在紫星城内 横着走的江超 竟然会被曲正给擒拿带走 众人望着杨开的表情 都忌惮万分 纷纷猜测 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历 居然让曲正的态度向他倾斜 花幽梦也是一脸茫然之色 虽然他知道 杨开让露天风都忌惮吃憋 身份肯定不凡 但在这众目睽睽之下 曲正那么做 无疑是薄了巴掌老江长风的脸面 杨开的身份之高 竟能让曲正做出那样的选择 难道他比紫星巴掌老还要有权势 花幽梦正正地望着那伟岸的背影 就如望着一团能吞噬天地的迷雾 美眸里一片迷茫 走吧 杨开轻声 冲花幽梦说了一声 掀起朝五方商会所在的方向行去 临走之前 朝某个方向望了一眼 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抹笑容 哦 花幽梦傻傻地跟上 距离之前 杨开与荆秋发生冲突之地 百丈开外的某处 有一间酒楼 名为天下第一楼 这天下第一楼 共分九层 四层以下 可供一般的舞者 喝酒作乐 而四层以上 则只招待那些有实力 有身份的舞者 层数越高 要求越高 而那第九层处 更是只招待最顶尖的强者 并非有钱就可以进去的 还得有相当高的名望和身份才行 据说这天下第一楼 还招待过 紫星的几位长老 此时此刻 第九层处 便有两人正一窗而坐 眺望下方 依然面色枯老 眼睛半眯 眼神开合间 迎有金光闪烁 此人气息 内敛到了极致 偶尔流露出一丝力量波动 彰显此人 赫然是一位虚王净强者 而这老者对面处 则坐着一个公子打扮模样的青年 青年与善经伦 一副指点天下 傲气长空的架势 气质颇为不凡 一老一少都凝视着 杨开离去的背影 久久不语 老者神色凝重 但那青年 却仿佛对杨开 很感兴趣的样子 嘴角边挂着 一抹淡淡的笑容 等到杨开的背影 消失在视野中之后 这青年才微微一笑 有意思 无理的小子 那老者却是冷哼了一声 纪老会和如此说 青年有些诧异地望着老者 纪君哼道 那小子竟然已经发现 老夫与二公子藏身在此处了 恐怕也知道 刚才取证的态度转变 与我们有关 却没有要道谢的意思 反而自顾离开 不是无理是什么 青年微微一惊 这人连纪长老藏身之地 都能发现 纪君点点头 二公子可能没瞧清楚 那人在临走之前 往我们这边看了一眼 显然是早就发现我们了 青年眉头一扬 纪老乃一层镜顶峰的强者 神念之强大 不在一般的两层镜之下 他竟能发现纪老 岂不是说 这人真有两层镜的修为 纪君眉头微皱 沉思片刻厚道 老夫不敢窥探得太明显 所以也无法判断 这人到底是何等修为 露天风 露天风虽然与他正面接触过 但据露天风所说 他也瞧不出对方的底约 如此看来 这人即便不如老夫 怕也相去不远了 至于是不是两层镜 还有待考证 青年 咬嘴一笑 好 难怪敢如此张狂 有本事的人理当这般模样 本公子喜欢 二公子 继君迟疑地望着青年 你是想要招揽此人 青年寒手 不测 紫星城内这一段时间 激流暗涌 以大长老为首的一方 积极行事 已经占指了不少 他们不该占指的地方 本公子若是再不行动的话 那这紫星城就要唤醒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五八亚居 更多精彩有声